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英文找自习 你出去玩的时候喜欢搭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 如果是国外旅游 搭飞机应该是多数人的首选吧? 但是你知道吗? 欧洲这几年兴起了一场飞行耻辱的运动 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内容 叫做Flight Sham Flight Sham 中文的意思就是飞行耻辱 Flight有航班飞行的意思 Sham是耻辱丢脸的意思 那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搭飞机是一件羞耻丢脸的事情 但怎么会呢?搭飞机什么时候变成一种耻辱 原来飞行耻辱是兴起于瑞典的一个绿色环保运动 欧盟曾经算过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火车的20倍 所以认为飞机对环境造成的负担比较大 也因此才有环保人士发起飞行耻辱的运动 鼓励大家少搭飞机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 而火车则成了飞机之外的最佳选择 所以咯,在欧洲现在搭火车趴趴走才是最潮的哦 我们的例句是 例句当中的be accountable for的意思是 为了点点点负责 那carbon footprint指的是碳足迹 那slow travel是慢旅行 那这个句子当中啊 我们使用了对等连接词 not only but also 意思是不仅点点点而且点点点 所以整个句子的翻译是 飞行耻辱的运动不仅是对我们的碳足迹负责 同时还在于重新发现慢旅行的乐趣 那有人可能会疑问啊 什么是碳足迹 碳足迹是carbon footprint 它的意思是啊 一个活动或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 直接和间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那slow travel指的是慢旅行 意思是我不搭飞机 我选择用火车船或脚踏车等交通工具来旅行 它是一种可以让你自己慢下来 有更多时间和心情观赏周遭一切的旅行 可是呢 slow travel在欧洲应该是比较盛行 因为欧洲各国可以不搭飞机 只搭火车就可以到达比国 如果换在其他国家像是台湾 可能还是得优先考虑其他的交通方式 那虽然fly sham是针对搭飞机 但它的出发点跟理念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身在台湾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来让我们的环境永续下去呢 今天介绍的fly sham 有入选2019年牛津词典的年度代表字 可见大家对于环境的议题是越来越重视 我们一个人可能无法做出什么巨大的行动改变来拯救地球 但是当大家都愿意为环境付出一点心力的时候 相信那个影响力是绝对看得见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早知习就到此为止咯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